市长谢果良走进观众席,跟国小三年级同学互动,现场气氛相当热烈,小朋友兴奋地大声说市长好,很开心来参加剧场体验活动,气氛洋溢就欢乐。 基隆市文化局委托基隆交响管乐团制作海底有个家音乐教育剧场,结合了基隆交响管乐团和小导弹剧团的力量,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基隆在地特色的音乐剧场。 故事从一支老鹰开始,并以基隆丰富的鱼铲和独特的地貌为剧本框架,展开了一场冒险,剧中穿插了经典管乐曲目,教育孩子们关于管乐器的知识, 也融合了基隆特色。 要好好关注舞台的事情,然后不要乱喧哗,不要大声讲话,要好好听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我们要好好听他们的事情,我们才能,有可能会有小礼物,我们就是要准备,才能知道这个主题是什么。 我们要给检票员,检票员,那检票员会帮你们看你们坐在哪里,对不对? 对。 那你们来之前,老师有跟你们说什么吗? 你说进剧场要注意什么? 我说过跟我说。 保持安静。 保持安静。 那可以跑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那里面这里可以喝水还是吃东西吗? 都不行。 都不行。 老师有没有教你们? 老师有语的耶? 嗯。 好。 来看剧会不会很开心? 会。 什么时候就很开心了? 昨天有没有? 昨天也很开心,每天都很开心。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国小三年级教育处跟文化局一起来举办的艺术教育剧场海底有个家的今天的一个表演活动。 我们来这个支持恭贺以外。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大家对于海洋保育以及海洋教育的一个理念。 跟基隆市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基隆市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针对四街这个议题。 政府仍然执意的要来兴建的话,会破坏海洋的一个生态以及我们港口的整个运作。 所以虽然是三年级的孩子们同学们,我们还是希望要能够建立他们对于基隆市目前环境的一个生态以及海洋保育以及这个海洋教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跟想法。 今天特别来跟同学们来一起分享。 希望大家一边欣赏剧场,一边能够思考到基隆市跟海洋保育相关的议题。 我们今天跟明天一共有三场邀请国小三年级两千多位的小朋友来到文化中心这边呢,参加我们海底有个家的剧场。 那这个剧场里面呢,小朋友会学习到一些事情,首先是剧场的体验。 我们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在他国小毕业之前都可以体会到剧场是什么样子的感受,然后观看剧场的感觉是什么。 那另外我们今天也准备这个小册子里面会有剧场礼仪。 小朋友进来看剧场的时候呢,不管是你的服装,还有你的音量,还有进场的一些礼仪,都会在这个小册子里面交到小朋友剧场礼仪。 另外还有学习单,因为今天的曲目是海底有个家,它是个音乐剧场。 那基隆我们是个海洋城市,所以在海底有个家里面我们会让小朋友学习海洋保育的一些知识。 那希望这几天小朋友都会有一个丰富的剧场饗宴。 透过教育处与文化局精心筹办的艺术教育剧场体验活动,基隆的孩子们参与了高水准的艺术盛宴,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